我老公是局长,家里五套房,这车一百多万也不算贵嘛 王小姐,您看车也快趟了两个月了,现在店里正在搞活动,要不您就签了吧 这个不急,你们店中午午餐吃什么,我们吃了午饭再说 你嘛,还能不能要点脸,这都已经连续两个月白吃白喝了,每天一到饭点就准时来蹭饭,比我们工作人员还准时 问你呢,中午吃什么 王小姐,我们中午吃猪头炒白菜,猪头炒豆芽和猪头萝卜汤 怎么都是跟猪有关,你们这伙食也不太行啊,行吧行吧,你先去准备饭菜 我老公是局长,家里五套房,车子一定会买的,你放心 嗯,请王小姐稍等 小如,那个王小姐还没搞定吗,你说你工作是怎么做的 车子没卖出去还让她每天来蹭吃蹭喝,我看她最近都胖一圈了 我也没办法呀,薇姐,碰到她脸皮这么厚的客户我也没辙,我总不能把她赶出去吧 这个我不管,如果这个月你再搞不定,那以后她再来蹭饭的饭钱 就从你的工资卡里扣 嗯? 哎,你的送外卖的站在那里干嘛,万一蹭坏了你赔得起吗 不好意思,我是来买车的 你来买车,我们店最低级的车都是五十万起步,你确定你买得起吗? 嗯?难道买不起就不能来吗?就算买不起也有权利来这里看车吧 哼,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那些小心思 你不就是来我们这里蹭豪车拍照片,然后发朋友圈炫耀吗? 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赶紧滚,别让我叫保安 叫保安?狗眼看人低的销售我碰见的不少 但像你这种直接出口伤人的,我还是第一次见 我今天就非要进去看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你你你,我可警告你,这些车你只能看不能手键去摸 要是刮花了车漆,你就是送半辈子外卖也赔不起 小如,你过来看着这个外卖员,别让他把我们的车摸脏了 咦,这不是叶峰吗?你来买车呀 小如,原来你在这里上班啊,我就是闲来没事逛逛 小如,你认识这个人? 威姐,这个人跟我是一个村的,他叫叶峰,是我的发小 哈哈,原来是你的发小啊,怪不得也是那么的没出息 只能跑去给人家送外卖,跟你一样都是饭桶,一个月都卖不出去一辆车 威姐,你能不能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我为什么卖不出去车,难道你不清楚吗? 死丫头,你敢内涵我,看来还是小鞋给你穿得太少了 叶峰,你不是考上大学了吗?怎么跑去送外卖啊?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你看我这里还有点积蓄,要不然都拿给你吧 不用小如,我送外卖是为了体验生活,你别担心 小如,我渴了,去给我倒杯水过来 好的威姐 等一下,你自己没长手吗?为什么非要去麻烦别人? 切,你一个送外卖的以为自己是谁呀?也敢管我的闲事?别忘了我可是这里的店长 三分钟就能把小如给开除,你最好还是对我说话客气点 小如,你们这个店长平时也是这么刻薄吗? 嗯,自从我来到这里上班,他就处处针对我,不但抢我的业绩,还吩咐我给他端茶送水 我本来打算做完这个月就辞职不干了 小如,你在那里胡说八道什么呢?也以为有这个送外卖的给你撑腰,我就不敢收拾你 你自己没本事出业绩还怪别人,真是白瞎了我对你的一片好心 好心?你每次都把我的客户抢走,还说是好心 你懂什么?我这是培养你的耐性,免得你卖了几辆车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日后变得好高骛远 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你是好心,倒觉得你是自私自利 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的死活,你需要生活难道他人就不需要吗? 哼,嘴长在你身上随你怎么说,如果你再不离开,我就叫保安把你扔出去 赶我走,你还不够哥,我本来打算是来这里闲逛的 不过现在我改变主意了,我要把这个车行买下来,然后把你从这里开除 七,你是不是送外卖送傻了?竟然敢大言不惭说把我们车行买下来 你知道我们车行多少钱吗?少说也得七八个亿 来来来,我看看你是怎么买下来的 七八个亿很多吗?别说七八个亿,就是十亿二十亿 我也照样轻轻松松就能买下来 Oh my God,我今天出门没看皇帝吧,竟然遇到了个疯子 真是时运不济 是不是疯子你等一下就会知道,到时候有你哭的时候 魏晨秘书,我现在命令你在三分钟内给我买下四通车行 记住,我只要结果 好的老板,我马上安排 呵呵,别说你装得还挺像,不去演电影,真是可惜了 我如果是你绝对笑不出来,因为你会为你的无知付出惨痛的代价 喂,现在离你说的三分钟也快到了 你买下车行没有啊,我到底什么时候付出代价呀 我都迫不及待了 哎,总经理你来得正好 这个叫小如的业务员不服从安排 说了他几句他还叫来一个送外卖的过来捣乱 您快让保安把他赶出去吧 管一边去,等下再找你算账 您好,叶先生,实在抱歉让您久等了 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总经理会对一个送外卖的如此客气 难道他真是什么大人物 你就是这家车行的负责人 我还没有料明身份,你怎么就能认出我 呵呵,叶先生说笑了 在来的路上我就已经收到贵公司传来的资料 怎么可能不认识您呢 现在你已经全款收购了我们四通车行 以后您就是这里的新老板了 我的老天爷,这位穿外卖服的小哥到底是什么人 我这家车行顶多就值七八个亿 没想到对方直接出价二十亿购买 真的是吓死人 喂,解释吧 现在我已经把这个车行买下来了 你怎么不笑了 刚刚你不是还说要把我从这里赶出去吗 现在你怎么说 我我我 不长眼的东西 连叶先生这样的大人物都认不清 你这双眼睛是用来喘气的吗 对不起叶先生,我知道错了 是我狗眼看人低 请您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对不起就不必了 因为我不会接受你的道歉 从现在开始你被公司开除了 以后绝对不允许踏入汽车行业一步 否则我保证会让你再磨度消失 不要啊叶先生 我在这个行业已经摸爬滚打了十几年 如果您不要我在这个行业工作的话 我可真的要走投无路了 求求您不要封杀我 现在知道怕了 完了 当你不断欺负小卢的时候 可曾想过有这样的后果 这是你应得的报应 现在给我滚 我不想再看到你 叶峰 这次真的太感谢你了 如果不是你赶走这个威姐 我还不知道要受她多少窝囊气呢 你不用谢我 这都是她咎由自取的 以后你就在这里安心工作 我让你当这里的店长 工资给你翻十倍 什么 你要让我当这里的店长 这不行的叶峰 我刚入这个行业还不到半年 对好多业务都不太熟悉 根本无法胜任这个职务 没事 你可以边做边学 刚好我在这里也没有信得过的人 你就当帮我一个忙吧 好 那就谢谢你了 不用谢 这也是你的好心换来的 刚刚我穿着外卖服进来的时候 你不但没有瞧不起我还要借钱给我 是你的好心换来的这一切 所以这是你应得的 嗯 叶峰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绝对不辜负你对我的期望